我一年的工资 你说实话 每次跟金字一起 讨论到这个的时候 我是特别被动的 上次就是因为 我说在成都带他去买衣服 买这些东西 他不去 他蹲在地上 跟个小朋友一样都要打滚了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老海里面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家人们 对不对 这次我就没告诉他 我特意我就没告诉他 我就来马鞭了 我没给他说 我就给他准备了这个东西 金字实在 对金字是实在 换一个他认为合适的 这个金字他喜欢呀 他当时去看了 是大小跟我说的 他说金字挺喜欢这个的 但是喜欢归喜欢 喜欢不一定要拥有 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吗 对 如果说像我 家人们有没有就是像我一种那种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就想去争取 对不对 虽然我比如我喜欢金字 我就要去追求它 对吧 我喜欢这个车 我就努力挣钱 我去买这个车 对吧 我喜欢吃一些好一点的东西 我就努力的去工作 对不对 但是呢 带着我们看一看 哎呀 家人们 首先家人们 我就大家 大家就是那什么 我们叫金字背一下试一下 好吧 哎呀 我真的真的不能要 真的不能 家人们 咱们叫金字来背来试一下 大家来说就是觉得 别打开 这个不能 别打开了 什么能不能 我才装上的 你才装上的 可以推的 这个可以推的 那么贵的东西怎么不可以推 来快试一下 来 别再试一下快 要 要 那我试 我不熟 你试一下好不好看嘛 咱们 先把茶倒出来 一会儿太苦了 来 试试啊 对 咱们都说试试 是 背一背一下 对啊 我当时我 刚复刻还说不可以 我当时我跟大嫂一起去逛街 我就知道他不要 所以他骗不了 你看 这么想啊 既然金字 就是说金字去成都回来 也好长时间了 还记得 那说明是还是 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嘛 咱不说特别喜欢的话 怎么打开 这儿 还这儿 怎么打不开 这样子 这样子 学会了吗 转一圈吧 对 哦 对 手机真的放不下 放得下 手机怎么放不下 刚刚放下 就只放一个手机 真的这个 咱们你们怎么记得 我跟你说里边放的东西 肯定会很有意义的 对吧 那我背来看一下 不是背包包 而是背的爱 对 感谢这个 这个家人 这个叔叔 还是阿姨 感谢您说的这句话 可是我心里面 应该很多 姐姐和阿姨也清楚 我心里面的想法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 我是觉得 真的 喜欢归喜欢 好东西归好东西 但是不一定说 一定要去花那个钱 姜忍好不好看 姜忍 就 我说句实话 就是还挺适合的 咱不管说好不好看的 我觉得挺适合的 本来这大夏天的 对吧 然后平常有时候 转个小手机啥的 对吧 我平时我都不赔 我就 我都不去哪里 而且这个价值在我身上不值 没有不值 不实用 就是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 我都跟你说过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 没有浪费 我觉得 只要是喜欢的东西 都不是浪费 对不对 家人们 好像是卖菜的 谁说的 你给我站出来 谁说的是卖菜的 家人们 居然有人说 今天是下一个卖菜的 不是 真好看 如果说 可能换套衣服 然后再 就可能会 不一样 对不对 对 他真的真的很好 对呀 卖菜的咋了吗 是吧 卖菜的也不咋 卖菜背个包也很正常 对不对 赚点零钱啥的 售票员也行 不管精致他干什么 主席人家说 不管精致他干什么 付钱还是一如既往的 怎么了 好看 真好看 配裙子更完美 对 我真的 我飞起来 他就感觉他就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没不是我今天有些东西你不要在乎他的那个价值 在吧 不要在乎他的就是说他多少钱也好怎么样也好 因为我我认为我理解的了我理得就是我这话怎么说我还有一点尴尬说的就是我想的是既然我喜欢的人喜欢的东西我就要让他拥有对不对 家人们 等一下弄脏了 我把这个撕了 别啊 给我喝 不行不能退了 不能退了家人们这些东西都是都给他给他弄烂了已经退不了了啊不能退了家人们对不对不能退了是不是啊哈哈哈 接着啊嗯 看一眼肤浅 哎呀没有我们退不了了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听我说完 其实我呢把这个话说完呢我希望的是你能开开心心的收下这个礼物 好不好 我心里面腰力很大 腰力大什么呢为什么会大呢 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你 哈哈哈我不想看到你有任何的压力我希望的是看见一个开开心心的你对吧不管你喜欢什么呃想要什么我会尽我的努力我现在给不了你的我相信我以后我通过我的努力我 我相信我自己能给你什么东西给不了我什么东西给得了我哎 开心 那天你送副歌手表多开心啊对啊家人们为什么你送我东西的时候你存了两个月的工资你存了两个月的钱 但是这个是我一年的工资 哈哈哈然后给我买了一块手表我希望你收到我送你的礼物的时候你也是这个这么开心的一个特别开心的那个好不好 好吗我们要不我们去换便宜一点 哈哈哈 不是你不你喜欢其他的我再给你买好吗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这个当时当时其实大小她说我你知道吗 嗯 家人们当时金姿和大小去灌了街回来过后呢那天晚上大小就骂了我你知道吗 因为本来她去成都的时候我有点忙我没有陪着她我就叫大小陪她 然后她就是骂我的是什么她说我就是叫什么一点都不懂那吗就属于一个直男 那女孩子喜欢这个东西你不能当着她的面你带着去她去带她去买你可以买的你再送给她对吧 对吧而且本来金姿她知道金姿我的大嫂我的亲大嫂啊金姿呢她是特别节约特别勤俭的一个女孩对不对 然后呢的确大嫂跟我说了过后我就想哎金姿肯定不会说让我带她去买花那么多钱她可能心里边会难受 那这次ok我买下来送给你正好不是马上也要到七夕节了吗 他那天不要买那么贵的呀 不贵我我挣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以后未来的老婆花呀对不对家人们 说表也不同不可说对家人们就是刚刚付钱我也发表了是就是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只是个人观点然后我还是希望金姿 还是要就是接受我的那个心意嘛你大嫂应该带带她去了金姿我大嫂带你去买衣服他们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叫大嫂带你去买衣服呢当时那里的衣服太贵了 到时候买一件裙子都要八千多所以我觉得在那里买我所以我说我在成都我感觉跟成都不是一个世界的那种没有 其实每个人他都是一个要经历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的嘛遇到新的事物需要慢慢的去接受 对不对要去习惯新的环境 给金姿买起给金姿买几 给金姿买几 我可以收下吗 可以 姿姿我可以收下吗 可以吗 娘姿我可以收下吗 就是说你等一下家人们我说这句话可能我说完过后你们会觉得富强又太大男子主义了太强势了我还是得说收你也得收不收你也得收因为已经退不了了不可能我背这个包包对不对家人们 可以收下可以收下可以收下而且要一定的一定要收下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当时我看到这个包的时候我挺喜欢他的代价家人们你们看啊就是说金姿刚开始我见他的时候他那个表现的他看到我那种状态跟现在我送了他礼物的状态不一样我想要的是我刚开始看见你的时候那个状态你看到我是开心的 我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好不好好你继续你说的你喜欢他啊你大嫂你说出来我看一下跟大嫂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没事因为他带子很好看带子很好看是吧对他带子很好看 然后当然我就背了一下然后我看那个价格就随着我一年的工资我就觉得挺不划算的而且还这么小一个是不是 金姿你值得拥有这个包包对他们都说你值得你想啊我每次来金姿来来找金姿金姿的第一个想法家人们刚刚你们有在看直播的时候你们都听到了第一是问我为什么不提前给他说他好做饭给我吃 他的第一是问你为什么不提前给我讲我要家里面做好饭等你呀 你们说金姿他值不值值不值的值得的咱们觉得值得的咱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对不对一起来发表一下你们对这个事情的见解家人们 知道是吧那我把它扣起来好呀你等会你饭就饭吧你等下就杯子呗是吧值得哈对因为金姿他为我所做的可能呃在很多人面前可能觉得啊他为你做的就是做做饭给你吃呀呃弄就是哎 哎呃在点水果啊弄点土鸡啊这些其实你们不知道他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是多重 知道吗一个女孩子他能为你时刻为你想着啊你吃饭没有你累不累对吧他都想的是这个点我觉得金姿就是特别加上你们觉得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付钱是不是幸运的哈哈哈 以后你给金姿买东西我带他一起去让他自己选 我带他去他都不去上次在成都他就差点啊就在地上打滚了 你知道吗家人们哈哈哈 对今天呢就是刚刚我看到金姿的时候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有点尴尬 是因为我没给他讲就是有点做贼心虚 然后呢当时又看见他和一个他们的同事在那聊天 看我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我怎么不开心啊我看到你我都有点就激动的有点说不出话了 对不对家人们开心才对 说了该吃晚饭了 你吃晚饭了没有 我吃了饭了 吃了饭了 对了太好了 家没有来买来烧给你吃 对 差点就冲上去了 我妈怎么会呢 我妈怎么会呢 刚刚他们他们说就是说我吃醋了 我没有吃醋 他没事他在他他他不上班吗 他没事他来找你问你无聊 吃饭从那里过呀 哦 我前面不是说饭了 吃饭 怎么饭了 哈哈哈 刚看到副歌时感觉很喜悦 就差饱饭了 哎呀 但是他一直往后退一见 不会看到我他一直往后退 然后话也不说 我突然有点失落 然后还有一个事 我把那个车开过来了 哪个车 那个 那个坦途 来给你 给我干嘛 你用呀 那么大的车你拿给我用 不是 你不是说桃子这些都熟了吗都快 嗯 你到时候你用那个车拉呀 没有啊 还没熟 还没熟吗 没有啊 嗯 打了那个雨棚 就是遮了一下 你上次跟我说的是吧 嗯 怕又日晒雨淋晒孽了 是吧 对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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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下来我跟你说 是吧 副总给你的东西你就要 对 其实金赞 嗯 这么说啊 我觉得啊 其实你 我感觉你内心里边你还没有接受我 我有这种感觉 家人们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 嗯 如果说你是内心是接受我的 你就不会来拒绝啊 不 无论我给你什么东西 哪怕 嗯 我啥也不给你 或者是我 哪怕我 今天我去给你买杯奶茶什么的 你就是 都不应该拒绝我 没奶茶 我不是喝了吗 你不应该拒绝我 我没有拒绝你啊 买的奶茶 我不是喝了吗 才不是呢 川普又可爱 你一个人来的吗 对 把手机转过来吧 转过来吧 手机转过来 没事 我就是我 家人们就是 我就这样拿着手机 跟大家一起聊天好不好 今天今天呢 我就 你不是拿着手机 对我就 我就这样拿着手机 跟大家一起聊天 因为我想 呃 多看看家人们 给父亲提的一些建议 让我 就是我可以更好的去 追逐我 他刚不是吃了吗 你没吃饭吗 我在那个服务区 吃了点 对 你饿了没 我今天 今天 那个 我在 成都出来的时候 就 在路上就 堵了两个小时 怎么那么堵今天 不知道 今天星期六 对 三天好 我们父亲见面 对这次下来也是 我想 为什么突然就下来了 我也是想和金姿 商量一下 就是上次说的 就是 爸爸妈妈见面的那个事 这个呢 我们就不在这个 直播间里面说了 到时候 我肯定我要去他家去找 他爸爸一起 嗯 沟通一下这个事 然后看怎么来安排 对不对 你们觉得 对不对 家人们 美女和副歌是男女朋友吗 嘿嘿嘿嘿嘿 啊 我这么来说啊 家人们 现在因为人女孩子 金姿等会儿我这么说 她害羞 咱们就不说这个 啊 是不是 未来肯定 我会努力的 家人们 呵呵呵 我这样看看你配不配得上金姿 我配不上 我觉得 如果说 金姿 以后啊 跟我 喜结年缘了 那她一定是下家 家人们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家里边能 我爸妈拥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媳妇 我相信我以后